这个男人不是人 传说到后期 他可以一口吃掉一颗星球 因为他25万根头发里 积极着一个恐怖的恶魔 让每一根头发都饱含滔天的食欲 但凡有一根控制不住 就可以蔓延吃掉整个宇宙 面对着缝合怪 萨尼金色发丝出动 巨大的力量 紧紧的缠绕着缝合怪 锦衣瞬间 就被消化连毛都不剩 魔鬼头双眼通红 看着死去的缝合怪 他很生气 他要萨尼去死 但话音还没落 萨尼的金发就猛然袭来 高速移动的发丝 在空气中产生了巨大的音爆 还没等魔鬼头反应过来 他的五姑娘就掉到了地上 一点疼痛都感觉不到 望着地上的手臂 魔鬼头笑了 萨尼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非常满意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趣 被斩掉手臂的多米 没有丝毫的畏惧 因为刚刚被斩掉手臂 只是他故意为止 这种破空的速度 在魔鬼头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 他的眼中拥有一百个副眼 能够轻松捕捉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在他眼里简直如同龟宿 看穿萨尼的攻击 更是简简单单 虽然萨尼在塞亚人模式下 每一根头发都蕴含着 恐怖的力量和速度 只要抓住多米 就可以将他吞噬殆尽 但萨尼怎么也抓不到魔鬼头 塞亚人模式 也最多保持了五分钟 时间不能再拖了 于是他被迫解除了塞亚人状态 改用皱眼看不见的发索进行攻击 多米吐出虫软进行敌打 二者碰到的一瞬间 灼热的高温通过神经末梢 直打大脑 萨尼痛苦不堪 赶紧强化头发的硬度 换身穿透里强大的发针 这样就攻防一体了 随后 萨尼的发针冲出 眼看就要刺入魔鬼头的身体 他背部的翅膀 瞬间裹上霸气 变为一枚银色铁盾 完美地防住了萨尼的攻击 而另一边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被剪掉的五姑娘 好像复活了 此次捏住萨尼的脖子 不愧是其领力 魔鬼头趁机以极快的速度飞来 拳头不断蓄力 他要打出心里积攒多年的怨念 多明眼神病了 抓起奄奄一息的萨尼 他要杀死萨尼 终结这场战斗 接着他一个手刀 穿透了对手的胸膛 看着萨尼狼狈的模样 魔鬼头表情争论 放声大笑 他终于报仇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魔鬼头震惊了八代